大家好,我是游子,又到周末了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韩国简易泡菜 把白菜去透以后,把它一切二 然后一片一片的洗干净 我洗了两遍,现在我们开始准备腌制 撒一层盐,放一层白菜,撒一层盐,放一层白菜 这样一层一层的把它腌制了以后 放上保鲜膜,再压上重的东西 让它压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现在准备配菜 调料里边的配菜,我用了花园里摘的葱 然后拿了一个洋葱,把它切丝备用 我用了一个大蒜头 把大蒜的皮扒了以后 放入手拉的搅拌机里面,把它搅碎 然后拿了几根胡萝卜去皮以后 把它切成丝 我是用刨器把它刨成丝的 这样就方便很多 所有的配菜都准备好了以后 把它配菜放在一个盘子里 现在开始调料 加入韩国辣椒粉 就看你的口味吧 我加的不多 然后加入鱼露 然后我还加入了两勺 韩国素菜蘸料 把它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加一点点白酒 加一点点白糖 搅拌以后 蘸料就做好了 因为天比较热 所以我这个白菜只腌制了40分钟 现在我们要把白菜的盐去掉 所以我在水里边把它清洗一下 清洗的时候 我把白杠子的地方把它撕开 让它再少微小一点就更入味了 好了 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腌制 这个韩国泡菜 腌制很简单 放一层白菜 然后再放一层这个酱料 放一层白菜 再放一层酱料 就这样一层一层的放上去 然后放完了以后 我没有去搅拌 我是盖上了保鲜膜 再压一下 差不多压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我就把它分装在玻璃罐里边 我分了三盆 开始还是高高的 我硬是盖上盖子把它压了 就这样放在座上 差不多一天一夜吧 让它发酵 一般是要放三天左右吧 因为那几天特别特别的热 所以我就放了一天一夜 我就放冰箱了 因为我不是急着吃嘛 所以现在放在冰箱里 就可以慢慢吃了 这是我腌制了快一个星期的泡菜 今天我准备做一个泡菜 粉丝 它的配菜是哇哇菜和蘑菇 锅里放一点橄榄油 然后先把蘑菇把它炒香 炒香的时候放一点点盐 然后加入洗干净 然后切断的哇哇菜 盖上盖把它焖一会儿 然后开盖以后 我放了一罐鸡汤 然后等鸡汤煮开以后 然后加入粉丝 再加入泡菜 加入多少泡菜 就看你自己需要的口味 你想浓一点的就多加一点 我又加了一些藕片 就看你自己喜欢 你要加一些什么配菜 好了 泡菜粉丝就做好了 你可以当汤喝 你也可以当菜吃 因为放了粉丝 所以你可以当主食来吃 粉丝你也可以换面条 也可以换年糕 都可以的 没有荤菜可不行啊 我就拿了一片五花肉 放了一点鲜酱油 放了一点南乳 在空气炸锅机里边 正反面炸了15分钟 后来想想 好久没吃米饭了 我又煮了一锅 十锅饭 配上几片肉 再配上一碗泡菜粉丝 完美 吃完饭看看 外面碧蓝的海 我们俩决定出去走走 好久没去海滩了 今天去海滩 人不是很多 因为不是周末 虽然我发视频的时候 已经是星期六了 相信今天一定会很多人在海滩 今天的海非常的蓝 海水也不是很急 海滩上几乎没什么人 我觉得是应该是上学的上学 工作的工作吧 所以非常的安静 我没敢在海滩上多走 因为还是有风 我刚刚受了风寒 咳嗽还没完全好 所以我就在车里面坐了一会儿 然后出来深呼吸了几下 想把肺里的脏东西吐出来 希望我能早点恢复 不要再咳嗽了 我咳得累死了 真的很相耗体力 这个咳嗽 我去看了专家门诊 但是我就不懂 美国医生不知道中国人的身体吧 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风寒 也许跟他们说我是感冒了 还会给我一些有效的药吧 反正就吃了快三个星期了药 一点都不管用 但是我干女儿 她的钢琴老师 她孩子的钢琴老师 给我煮了一锅枇杷水 就是他们家四十年的枇杷树 他把那个叶子摘了四十片 然后一片一片的给我洗干净 放了桂圆跟冰糖 给我煮了一大锅 我觉得我喝了以后 好像清理了我的肺 感觉舒服多了 好大的肺 出来透透空气 哇 海风好大哦 今天海风真的很大 一不小心帽子就要跑出来了 把绳子把它扎了 这样就好很多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可以试试这个泡菜哦